下面咱们就来跟大家介绍 在这一部分咱们主要关心的一种映射 叫做Maybeuse Transformation 莫比乌斯映射 是吧 不过在说这个之前 咱们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咱们之前在一开始讲负变函数的时候 其实简单跟大家提过 你可以把负变函数看成映射的概念 所以简单回顾一下 你比方说 如果把一个 就这么说 给定大家一个点 如果把它加了一个负数的话 是干什么 把它加了一个负数 相当于在负平面上面进行了平移 对吧 把它成了一个负数是在干什么 是有可能有长度的变化 有可能长度成了个倍 然后角度也会有一个变化 对吧 就是因为咱们在进行负数乘法的时候 你像Z等于叫做R2乘以EI θ 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说你把Z乘在Z0身上的话 相当于把Z0这个负数本身的长度 成了R倍 然后把它的角度增加了θ 这个意思 如果说咱们只是乘以一个纯须数的话 那就只是旋转 所以这就是一些最为基本的映射 加就是平移 然后乘大概来说就是旋转 对吧 那我们来简单看看这些例子 你比方说我想要把整个负平面围绕着一个点 叫做Z0旋转θ 问问大家什么样的负变函数能够起到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简单来想一想 我说我想要旋转C是什么意思 就是负平面当中的任意一个点 我都能够将其进行这样的操作 对吧 也就是说我负平面当中随便选取一个点 然后我发现怎么样呢 经过了我的映射之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点围绕着另外一个点叫做Z0 你比方说Z0是什么点 这个点可以吧 我随便找了一个点叫做Z 那么我就发现说经过了这个映射之后 相当于围绕着Z0这个点 我旋转了θ角这个意思 是吧 也就是说由这个点是咱们原本的Z 现在转到了这里 比方说叫做Z一匹了 这个意思 那么问问大家说 什么样的一个映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那其实咱们就可以发现说 Z这个点 它应当映射到实际的哪一个点 就是说Z一匹如何来进行表示 实际上就可以得到了 对吧 那Z一匹的表示的话 就是Z一匹到Z0的距离 和Z到Z0的距离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就发现说 Z一匹减去Z0 Z一匹减去Z0 和Z减去Z0 它们二者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 说了呀 旋转了一个θ角 那就相当于是要乘以一个 E的Iθ这个意思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映射应当满足的性质 就是这么来干 Z减去Z0应该等于E的Iθ 乘以Z减去Z0 那么简单以一下向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Z 咱们就是将其变成了Z0 加上E的Iθ Z减去Z0 也就是说FZ是谁 FZ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表达式 就证完了 对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比方说 咱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个例子 说我想要找一个映射 它能够从Z减1的绝对值等于1 映射到W减2分之3I 绝对值等于2 这么一个范围之内 是吧 也就是说由这么一个小圆 然后要映射到这么一个大圆 那这里的话 或许有不同的方法 在这里的话 咱们就随便选取一种方法就好了 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 就算完事 是吧 那咱们怎么样来干呢 那首先大家注意到说 咱们这个圆要进行放大 但这个圆 如果说圆心不在圆点的话 好直接放大吗 不好直接放大 对吧 因为我们说 你要把一个圆进行放大 你可以怎么样来办 就是相当于把它的半径乘以若干倍 对吧 把半径乘以若干倍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必须得把这圆心放在圆点上才行 因为如果说是直接是这种情况之下 你去直接把所有的数乘以若干倍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其实好像也行 是吧 好像也行 但是这样稍微有点乱 咱们就说还是怎么样比较方便 或许是把这个圆心放在圆点上 应该比较方便 因为你把圆心放在圆点上之后 咱们就直接让这半径乘方 然后那这个时候 圆心的值是不变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直接在这个范围之内 直接把所有的点的 所有点的磨长都成倍的话 那实际上是圆心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你还得算一下圆心变到哪里之类的 所以咱们可以这么来干 就是首先把这圆心挪到圆点去 然后把这个圆放到足够大的大小 然后呢 再把这个大的圆 圆心移动到咱们想要的位置去 这意思 所以咱们怎么来干 你比方说第一步 把这个圆心由101到00 那就是所有的负数值都是实数范围内减1 W1等于Z减1这样的情况 对吧 然后那么此时就是一个 以1为半径 然后圆心现在位于圆点的圆了 那再接下来的话 咱们最终的这个半径等于谁啊 等于2嘛 那所以再乘两倍 就是变成了一个以圆点为圆心 然后半径为2的圆 W2等于两倍的W1这样 是吧 然后最终咱们这个圆心不是要在00 而是要在0二分之三i 那咱们再加上这个 W就等于W2加上二分之三i这样 是吧 然后所以最终把这三个一复合 就得到说W应该等于2Z减去2加上二分之三i 什么的就不多说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构建 构建这个映射的例子 对吧 咱们想要由自 由这个定域之内的什么样的范围 映射到直域当中什么样的范围 咱们以此来构建函数 然后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种特定的映射 叫做Inversion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取倒数 或者说是逆 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好 叫逆是吧 就应该叫取倒数 倒数变换 应该说倒数变换 是吧 倒数变换很好理解 W等于FZ等于Z分之一 这个意思 然后那么从解析式来看的话 就是分析一下具体 Z如果等于Rho乘以EI Theta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它就会变成叫做W 等于Rho分之一的E的负I Theta 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咱们来分析一下 特定的一些点 它是如何变化的 咱们把这个单位元可以画出来 是吧 然后假设说 咱们现在单位元当中取了一个点 那这个点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是Rho应当是小于1的 那Rho分之一就是大于1的 对吧 然后角度呢 角度原本是Theta 然后现在变成了负Theta 相当于是它的贡恶的这个角度 也就是说像我图中所画的这样 这个黑点 它实际上经过了映射之后 就变成了原外的 在这个地方的黑点了 对吧 然后在咱们的上面的这个角度 和下面的这个角度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是这么的一种变换方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说 里面的这些点 它的长度都是比Rho来的小的 所以它映射完了之后 就映射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映射到单位元之外去了 对吧 然后同样外面的点呢 就会映射到里面来 然后那如果边界上的点呢 自然也是会映射到边界之上 是吧 也因为边界上面的点 就是我指的边界 就是单位元上面的点 单位元上面的点长度为1 所以映射完了之后 它的长度还是1 所以单位元上面的点 都是映射到单位元上面的点 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它的取向实际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在一开始的单位元上面 取一圈是逆时针取的话 那么映射过去的话 它实际上会相当于在植域上面顺时针走一圈 这个东西你可以怎么样来看呢 首先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你也可以分析的出来 就是你实际去取几个点 来看一看它的这个趋势 是吧 而另外呢 其实你可以借助咱们已经说过的这个薄角的性质来看 Z分之一这个函数你在单位元上面是不是薄角的呀 当然是薄角的了 对吧 没有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然后它的导数也不会出现零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既然是薄角的话 那我们就 就可以找点 然后取曲线 是吧 你随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 我在这里面 在定域当中选取这个X轴 可以吧 定域当中选取X轴 然后再以及与它相交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让他们 我让这个圆是逆时针走的 这个意思 也就是选取了一条线是这条线 然后选取另外一条线是这条线 这个意思 是吧 这个是咱们的干嘛一 然后干嘛二 那它映射过去了之后 我们发现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首先一映射过去之后 应该还是一 然后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它是从外往里走的相当于 所以干嘛一'实际上 干嘛一'实际上是这条线 对吧 那咱们此时就知道说 干嘛二它同样 也是要沿着这个圆走 但是要满足薄角的性质 所以由干嘛一转向干嘛二 是逆时针的90度 那么这里面同样道理 由干嘛一一'转向干嘛二一' 也是逆时针的90度 那大家说干嘛二一' 是这个方向 还是这个方向 是从下往上 还是从上往下 那就应该是从上往下 对吧 因为只有是 只有是这样 从上往下 它才会是一个逆时针的方向 这样 这个干嘛二 是这样的话 它这样转过来 是一个逆时针方向 这个才对 对吧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从薄角的性质 咱们也可以判断的出来 说他们 这个取向 实际上就是像我图中所画的这样 如果说你在原本的定域上面 逆时针走了一圈的话 在直域上面 就相当于是顺时针走了一圈 对吧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对于 第一分之一这个函数的 简单的介绍 然后 那接下来 咱们就再要提到 咱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负数的表示形式 叫做Raman Sphere 那么 把 把这个映射 放在Raman Sphere上面来看的话 它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Raman Sphere上面来看 咱们这个倒数变换的话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 叫做沿X1轴旋转180度 大家可以简单去思考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个Raman Sphere 大概长成什么样子 对吧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 球 它圆心是 球心是位于圆点处的 然后由这个北极点出发 它可以跟什么东西 由北极点出发 它可以连线 对吧 它可以跟平面上面的任意一个点 进行连线 然后连线的过程当中 连到了哪里 这个点就是负面 就是负平面当中的某一个点 然后它跟这个球面交在哪里 你可以说这个 交出来的这个点呢 是它跟咱们负平面的球级投影 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是负 咱们的黎曼球上面的任意的一个点 是可以代表负平面上面的任意一个点 也就是说可以代表一个负数 所以咱们如果通过这个球级投影的方式来进行表示的话 咱们就会发现说 如果咱们进行Z分之一这个变换的话 它起到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是 把一个黎曼球上面的负数呢 变成了沿着X1轴旋转了180度的那个 黎曼球上面的负数 是吧 所以你比方说在这个里面当中 我这个图画的没法画的特别清楚了 但是大家应该能够体会这个意思 比方说这个是X1轴 然后X2轴 以及X3轴 对吧 那么这是咱们沿着X1轴旋转了180度 那就是说是大概位于了什么样的地方 可能是比方说是这么着一个地方 对吧 这么着一个地方 然后如果说把它们两者一连的话 是会穿过咱们的X1轴这个意思 好的 那如果用坐标来说的话 就是X1 X2 X3 这个点呢会映射到哪里去 叫做X1值不变 然后X2和X3值都取了相反数 其实要证明这个结论呢 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因为咱们知道 咱们知道这个X1和Z本身 X1 X2 X3和Z本身是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说球机投影上面的一个点 跟真正的复数的一个点 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 对吧 所以X1等于这个两倍real Z 比上Z方加1 X2 X3什么的 这个公式咱们之前都简单跟大家说过 所以在这里面就都不说了 然后那么映射过去了之后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Z变成了Z分之一 咱们要看一看 现在这个X1一平 X1 hat吧 咱们就说是吧 X2 hat X3 hat 是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你比方说X1 hat 就是两倍real Z分之一 比上Z分之一长度方 加上1这样 然后你可以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一个Z方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它应该等于这么着的一个值 两倍real Z比上 1加上Z的长度方 发现这个表达式正好跟X1 就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也就是说X1 hat 就等于X1 然后X2和X3 我就不带大家推了 大家自行去推一推 你会发现说 它们实际上都相当于反了个号 这么着一个情况 是吧 所以有时候的话 去思考这个映射是干什么 我们去思考一下 它在球迹投影上 或者说在黎曼球上是干了什么 是一个比较好想的方式 那么这个 inversion inversion transformation 算了 这个休息一下再说 这个休息一下 等于Vol 安 10 感谢观看